自最终幻想十四上线一时 海德林与佐迪亚克两大宇宙意志之间的对立 就是剧情的核心 6.0版本资料片小月的中烟 终于为这段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想必同时也消除了所有人心中的疑虑 现在我敢说 这就是迄今为止最终幻想系列中最棒的故事之一 当然了 全新的职业 机场出色的boss战 这些新内容也肯定不会缺席 小月的中烟与2019年的5.0版本资料片 暗影之逆焰 剧情紧紧衔接 最终也妥善处理了玩家心中一系列悬而未决的疑问 此时此刻光之战士与扶小雪蒙并肩出发 决心共同摧毁无影的邪恶计划 阻止世界末日降临 在新版本约50小时时长的主线故事中 我们将前往许多此前就被提起过 却从未正式出现过的游戏地点 包括学术城邦萨雷安 以南亚为原型的萨维奈岛 以及动土之上的加雷马帝国 随着剧情的推进 小月的中烟最终还会把玩家们带上月球 不过各位别急着吃惊 之后还有更夸张的 小月的中烟成功颠覆了 今年其他游戏长篇剧情的完结套路 这正是其过人之处所在 整体而言 新版本并不如暗影之逆眼的要贴近个人 它更侧重于描写战火带来的冲击 同时也突出了个体层面上的斗争 在这一过程中 故事逐渐朝着黑暗的方向发展 并且处理的相当强妙 起初我还觉得主要反叛们塑造的有些薄弱 可到了结局时刻 他们的人物被塑造的是如此完满 又如此出乎意料 游戏中的过场动画 承担起了交代故事的职责 他们制作精良 内容充实 通常总有15分钟以上的长度 我想这也是小月的中烟剧情 如此出色的原因之一 当然了玩家们是能选择跳过动画的 但它们毕竟是剧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中带有配音的片段更是至关重要 如果错过了什么重要信息 又或者是被传送到了陌生的新地点 顿时一头雾水的话 可就有点麻烦了 把这些过场动画全部加起来 应该能超过大部分电视节目的一整季时长 这恰恰能证明小月的中烟的剧本实力 我也相信不愿观看过场动画的玩家只占少数 在过场动画之外 大部分的游戏内容就基本只是点对点跑图了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故事节奏不会被类似于其他MMO游戏中 那些或堆积杀敌数量 或交接非战斗目标的荒谬任务所打断 我最喜欢的一类新任务 只是简单的和NPC们一起行动 和他们聊聊天 就能了解到一些额外的游戏背景设定 新的前行任务设计的就没那么成功了 我需要紧紧跟随在某位NPC身后 可一旦被对方发现 任务就会立刻终止 根本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任务 当年在前几部刺客信条里就是如此 如今在最终幻想十四里也好不到哪去 不过严格来说 最糟糕的任务绝对是寻人 游戏会要求我去村子里找特定的NPC对话 可他们也太难找了 有时候花掉我半个钟头的时间 好在类似的内容极其少见 就算真的碰上了 我的大脑也会自动绿掉他们 最终留在我记忆里的 人是令人敬畏的风光美景 还有催人泪下的过场片段 小月的中烟不仅只是剧情精彩 史科威尔·埃尼克斯还为这次的6.0版本 新增了多年来最有趣的战斗职业 目前为止 善联克是我的最爱 他属于近战特质 挥舞着一把巨型镰刀 在敌方之间穿行 还能召唤化身来的辅助战斗 善联克出招帅气 输出也高 练起来还意外的容易 或许是新玩家快速练满90级的全新方式 而闲者这一治疗职业则更具挑战性 他的主要职责是为队友提供护盾 并通过输出伤害来治疗我方角色 就像是白魔法师与学者的结合体一样 说实话 我还没有摸到什么操作的门道 目前也只是处于练习的过程之中 但在那些经验丰富的玩家们手里 闲者一定能发挥出相当的强度 除了上述几点外 小月的中烟 基本就没有在最终幻想14的传统玩法之上 新增更多内容了 在我心目中 新版本试炼和地牢的boss战达到了历史最佳水准 但说到底 地牢本身也只需要大家一起泡泡图 穿过精美的走道 从一个boss房换到另一个boss房而已 史科维尔埃尼克斯这次的设计 只能算是中规中矩 并没有太多创意可言 考虑到我们能在新版本中前往一些全新的地方 这样的结果其实还是挺让我意外的 不过虽然缺少了大型的内容更新 小月的中烟还是对游戏许多系统与机制进行了改进 有些是很简单的小细节 例如现在在城市中传送时 屏幕上会像这样跳出小地图 有些则更重要一点 例如采集收藏品的技能 如今已被更直观的小游戏替代掉了 就连战斗职业也得到了不少调整 拿召唤师举例 他就从最复杂的输出职业之一 摇身变成最异于上手的职业之一 而最初的职业风味也得以保留了下来 通过大胆的剧情创作 小月的中烟最终带给了我们一段 荡气回肠的精彩故事 不过我也希望各位理解 或许只有一路陪伴着这些角色成长的玩家们 才能收获最棒的体验 如果要看完全部的过场动画 小月的中烟至少需要50小时的游戏时间 更别提之前的几个版本 加起来也有数百小时之长 几乎快高到了月球之上 然而如果屏幕前的你 已经是一名最终幻想14的老玩家了 那这次的更新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它是值得你一路玩到底的 小月的中烟充满着深刻的剧情 和令人难忘的新区域 它标志着我们目前已知的 最终幻想14故事的圆满谢幕 新版并未引入更多新鲜的游戏要素 但确实也带来了 过去近十年间最棒的BOSS战 还有两个设计出色的全新职业 既能吸引萌新 也适合老玩家们 如果最终幻想14团队 能一直如此策划新剧情 那么我愿意追随着他们 踏上下一场旅途 更愿意从头坚守之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